咱们看一个位于洛杉矶西华人区的大型社区的全新楼盘 这个楼盘一开盘就卖掉几十栋 洛杉矶西边的华人区就是地图里 圣盖伯到罗兰港这一大片的区域 咱们今天介绍两个项目 一个是三到四房的50多万的连牌 另外一个就是三到五房的六七十万的标准的独栋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视频里就是这个独栋的项目 一共是三个户型 从1800尺到2300尺 三房到五房 那么正好是三个户型 所以它是三房四房五房的户型都有 其中四房和五房一楼是有独立的卧室的 你想2300尺做成视频里这个是五房的 所以它的空间利用率还是很高的 咱们接着再来看它这个连牌的户型 连牌一共是三个户型 都是五十几万 价格没有超过六十万的 1500尺到1700尺 三到四房 西边的华人区 它是一个很老的区 几乎没有地盖房子 一般出来的新房就很贵 而老房子又比较旧 所以像这种又新又便宜的房子就特少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盘一下出去几十栋 现在呢都要排队才能买 视频里是这个连牌的户型三 四房1700尺 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两层的 像这种设计都是现代的这种开阔设计的结构 另外呢社区里用持会所这些都是有的 按照开盘的这个销售趋势来说 后面的价格应该会往上走的比较快 更多的资料和预约看房 大家可以单独联系我 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 我会分享更多的 洛杉矶高性价比的房源给您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接着聊